他的舌頭是那種會噴水的舌頭 我們結婚嘛 一整天那個婚禮辦下來 因為那個睫毛一直好像用到我眼睛 就導致我隱形眼鏡乾澀嘛 現場沒有那個生理石鹽水 老公說你忘了嗎 我舌頭會噴水 一天可以幾次啊 可以很多次 那你去南部 南部現在缺水 就是他的那個舌頭啊 就是他全身的器官都有用處喔 他的舌頭是會那種噴水 哪一個機官沒用的 你給我來 可以耐掉啦 就把他舌頭 就把他舌頭 沒有啦 沒有在空的沒有用 就是把他舌頭 就把他舌頭 對啊 有幫助的 因為他的舌頭是那種會噴水的舌頭 因為有一次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次 沒有沒有是噴水啦 舌頭 噴水舌頭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露營 露營就是比較在荒山野外 然後你要去煮完菜 不是手會很黏嗎 我說怎麼沒有水這樣 我老公說你不要緊張啊 我說怎麼 他說他可以吐水給我 我說蛤 你吐水那個口水是臭的 這樣子我手游游用吐口水 我不是就臭到一個不行嗎 他說你別擔心 你手過來我吐給你 他就用水這樣噴 像我以為是這樣噴出來 然後我一聞 它是完全沒味道的 無色無味 無色無味 你可以示範嗎 什麼啦 它是隱藏在就是 舌頭根部的拓線裡面的 除背口水 什麼 它還沒有經過你的嘴巴口腔 所以它沒有經過細菌的繁殖 所以不會臭 若琪不是說他是幫你潤隱藏眼鏡嗎 好 因為這個關鍵點來 因為我們結婚 一整天那個婚禮辦下來 從早上到晚上要進場之前 因為那個睫毛一直好像用到我眼睛 就導致我隱藏眼鏡乾澀 現場沒有那個生理石顏色 老公說你忘了嗎 我舌頭會噴水 他立馬就撒在我眼睛上了 真的沒有比斯潤 完全不痛 它是完全就 那個人工淚液的效果 對 它是人工淚液的效果 真的是人工淚 他說是整個救了整場婚 你把我眼睛超乾 不然它隱形眼鏡就要飛出來 對 我要看 可以噴嗎 可以噴哪 應該在手上 音樂手這樣子 噴手 對啊 還是你去噴 而且要有噴氣的感 欸 師姐你能幫他噴你的手 噴一點點在派翠哥的手上 我不要 我不要 你的手會黏黏黏 然後你可以聞聞看 不然比較有說服力 到底會不會啦 有耶 有耶 什麼 可是那不就是口水嗎 你看是不是口水 沒有 你們要戳一戳 口水要戳開才知道 有沒有口水 你先戳一戳 你感受一下 你不要怕 它沒有味道 它沒有任何的黏性跟任何的 它沒有口水味 它不會有任何味道 真的沒有 可是它血量滿小的 是沒有味道 所以那個就當一滴的人工淚液是剛好 好酷喔 洗手的人是噴了多少 那個洗手他說太誇張 什麼油脂 整支 沒有 就是偶爾那種 然後手沾到一點東西 然後手指這邊黏黏都可以幫它 救急一下 一天可以幾次啊 可以很多次 對 但是如果它口渴的話 會比較 水量會比較少 你剛剛有點口渴 對 我剛剛有點渴 不然還可以再給你多一點 那你去南部 南部現在缺水 幫忙 你怎麼會沿路這樣 幫忙 幫忙 還可以打一點傷 一天傷